在影视剧中母亲这个人物是最容易让观众引起共鸣的一个角色 因为在中国人心中母亲是朴实、伟大、充满爱的一个人 而如果想要把母亲这个角色演好 不仅自身要具备这些优良的品质 还要会把这些品质在镜头前表现出来 说得也母亲好的演员终究不得不提张绍华 1936年张绍华出生于北京 是一个从小生长在胡同里的北京人 对于邻里之间的相处和人情冷暖 他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这也让他在影视剧创作中有着得天度后的优势 张绍华从小就喜欢戏曲 并梦想着成为一名戏曲演员 随后他进入戏校学习戏曲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影视圈 张绍华凭借着自己从小学习戏曲的优势 在影视剧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的表演总是能直击人的心理 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情绪 2008年张绍华在电视剧《我的丑娘》中担任女主角 是演一名生活非常困苦的母亲 在贫穷的生活中却时刻充满着希望 她的苦情细看哭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凭借着这部戏张绍华母亲这个角色火遍大江南北 她也被大家称为中国国民母亲 在参演的电视剧中 她总是以一名女性长者的身份出现 和很多大台演员都合作过 大家都非常尊敬她 虽然她是一名知名的演员 可现在张绍华还是住在当年单位 分给她的一套仅仅40平的小房间里 和儿子相依为命 可是毕竟年岁已高 前段时间她也因病住院 得知消息后很多明星都前往医院看望了 特别是一直趁她喂娘的胡哥 再看到赵绍华的病容后 胡哥忍不住在医院哭了起来 两人的这份感情非常深 反观张绍华的亲生儿子却对她不管不问 母亲住院也不见踪迹 可怜老母亲一把年纪 还在外拍戏挣钱给儿子买房还房贷 小编也希望张绍华能够早日康复 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中 多出演几部影视剧 对于这样的老一辈艺艺术家 他们的表演财富 是值得现在很多年轻一辈学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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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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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